我不是,現在開始了 好,我們現在來講一下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 MISO 然後我們來講一下說明如何塑造 銀售商店是實相 然後MISO是秉持著 優質創意低價環保是大要點 所以銀售商店店面和商品都已經 當成其為主 然後我們來講一下商店的外觀 對吸引顧客上門最重要的設備 我要講什麼 外觀的話 外觀它用很簡單的顏色搭配 紅色加白色 這樣子很明顯 然後 它用玻璃的儲窗可以讓我們馬上看到 有什麼商品 這樣子在買東西的時候 需求者也可以馬上看到 它需要的東西有沒有在這裡面 再來 店內空間規劃如何規劃 發揮最大的使用效果 這個很簡單 他們 這家店是以條列狀的方式為主 就是 客人很明確看到 一條一條一條的列狀 然後它會把 大部分相同的類品放在同一區 這樣子的話 在這一區的話 找就很快 還有 空間規劃 它是 它的 修 欸 那叫什麼 它的 走道也蠻大的 這樣子 客人在進出的時候 也不會撞到 這樣子對於它的購物也比較方便 潘草店的裝潢 產生的效果 裝潢 它有彩色 用 黃光 大概 4500K左右 這樣子 讓人感覺到有點溫馨的家園 家園 不會一樣白光很冷 還有 商品如何分類 商品如何分類的話 來換人獎 這什麼話 它是先分 什麼家具 就是家裡可以用到的 然後就是小朋友可以 用到的 這些都是小朋友的 就是玩具啊 什麼 然後這邊就是 運動的 然後 那邊就是外出可以用的 好 像 你看到 像跳回這一 這一 這一體 等一下 這一體規劃的話 它在這裡 它就把浴室的範圍類 全部都放在一起 這樣子 在我們找東西的時候 最方便 就是這一塊 OK就是浴室的 這一塊呢 OK就是浴室使用的 它在分類的時候 它分到 大種類 跟細小的項目 像這邊也是 所以 找東西的時候 這樣子規劃 讓客戶可以馬上感覺到 我掉的東西 在這一區 絕對找得到 再從 裝潢 它雖然是用黃光 但是它的 裝飾一律都是用白色系 白色系呢 在他們的商標 紅色 加白色的時候 就可以非常突出 也顯得他們的裝潢是乾淨 乾淨許多的 接下來 墊頭的部分 墊頭 墊頭就在外面 墊頭因為它是附屬在大樓底下 所以其實不會很明顯 但是它的 墊內廣告目的 墊產物 墊 doors 墊落 墊建成 墊頭的 墊帶 墊數 墊 mph 店內維修 商店安全 商店安全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 你看到 走道都保留很大 在於逃生的時候 客戶不會撞到 還有他因為他的光線充足 所以會有 黑暗處 危機管理的食物他們考慮很清楚 他這個出這個家商店的出口 有 1 2 3 4 他騎到了周圍都有的 都會 調生的功能 所以這其實 他這顧慮也不錯 還有嗎 好 好 今天到齊文城 謝謝合作